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古今去谈 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哈 这个现在的形势 还有这个layoff对经济和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呃我想切身哈 关于到我们很多的人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荷包啊 呃很多的人呢 说呃至少跌了20%到30% 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说 跌掉了啊70%到80% 那我们就再一次请出企业管理顾问 呃这个股场老手啊 呃大雷 我相信你的没有跌到 没有跌掉好70%啊 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保住啊 这个少跌一点 或者甚至不跌啊 这个我们这些investment 怎么保护一下 对关于我个人的这个 呃损失的问题呢 呃我如果开始讲的话 这一期节目可能就没有人要看了 因为谁要看个大男人 一个老人老男人在节目上哭呢 对不对 YouTube就把我给封了是吧 呃这个主要是这样啊 我有不同的portfolio 那比较保守一点的 比较真的是长远投资型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糟糕 但是有一些比较speculative 就是高风险的投资的话 那是惨不忍睹 对吧 那惨不忍睹的责任就是我自己单 因为就是玩一些比较呃 比较投机性的呃股票 那我想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的话 我是呃什么都玩啦 从很保守的位置投 那很比较这个高风险的 我也投一些 那所以讲到这个layoff啦 或者是经济衰退啦 大家又讲到直觉认为说 股票市场那就一定完蛋了嘛 哇 这个已经差不多完了一半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看东西啊 看曲线要看稍微长一点 那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曲线 拉到什么两三年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现在只不过是把过去两年的泡沫 给打掉而已 是吧 所以呢 如果是说哎 咱们回到2019年的话 重新出发 那也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有一个黑天鹅的来临 如果有一个严重突发性的事情 不不仅是金融 或者经济方面的问题 而且有可能是这个 这个国际局势的问题的出现的话 非常可能就把这个 那个20192020所建的那个底给打破 然后再重新往上走 这是绝对是有可能的 那在这个阶段啊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你要投什么比较保险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说贵重金属 还有能源 我自己也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 这个taught me a lesson 就是给我上了一课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 或者绝对的 你一定要根据 这个局势的变化来调整你的 具风险性的投资 那这是一点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要买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要避免什么 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那些 所谓的成长股 你还在想说 也许这些股票总有一天会脾气带来 好 那我就佩服你 第一 你已经受了这个50 70 80 90 这个percent的这个damage 已经下错了这么多了 觉得要好好看一下 这个股票到底是没有回头的可能 如果你手上的那个股票 是cash flow negative 这个公司还在烧钱的话 你不管是它的成长率有多高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把它给刨了 因为在接下去的这一年 资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它到现在 不管它 我再说一次 那它每一年翻倍也好 只要是不赚钱 还在烧钱的话 这个公司大概率就活不下去了 第二种公司就是说 它cash flow positive 要有成长 我们现在讲都是成长型的公司 但是它的这个Abitda 就是它的净 这个盈利 并不是太理想 或者甚至是有一点点 这个在赔钱 账面上 那我觉得这一类的公司的话 我个人比较是倾向说 就 把它抛了 或者就说减仓 那如果是你手上的高成长公司 然后它是casual positive 它是在赚钱的 然后它的利润 也是正的 那这种公司的话 它已经build一个base 的话 就是它触底两次以上 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考虑说 现在最好不要加了 但至少就别卖了吧 就看看情况 我觉得明年初跟现在的情势 就是两个月以后 跟现在可能会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要静观其变 那至于说那些机油股 所谓的blue chip 你如果注意到 这几个礼拜 Dol Jones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是Nasdaq拼命的 这个就跟20年前 那个一模一样 如果这个情况 再继续下去的话 它就会把Nasdaq 对不起 Nasdaq就会把Dol Jones拖下去 会把SPX顺便给它拉下去 SPX现在已经大 不是说大多数了 但是很大的一块 是科技的 已经跌了不少了 但是SPX里面 有非常多其他的股 所以如果最糟糕的情况 发生的话 那那个时候 就是应该要清仓 这个建议非常的实用 那回过头去 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账户 好好理一理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说鸡蛋 不要放一个篮 其实我们之前 谈论的很多 几乎都是这个大篮子里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把视野 再放宽一点点 其实我们很了解 大伟的都知道 大伟不但是这个股场老手 其实他还是旅游达人 但是他一直都在跟我们讲 说他在股市上 亏了多少多少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 他停止旅游的脚步 你说到底钱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这一定 他还是有窍门的 今天我们就请教一下 大伟到底那其他篮子 应该是什么样的篮子呢 想到说还能够继续旅游 有很多省钱的方法 我就介绍你看我的 这个ABCD游天下 我这个频道里面 就讲很多关于旅游的 包括很多可以用 积攒点数 或者是用一些方法 可以来降低你的旅游开销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我们还赚钱的事情 是吧 所以Daisy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那个篮子里面有什么 我接下来这几分钟 可能有点差题了 跟股市没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那个篮子是什么 你的篮子里面 不只是你个人的stock portfolio 还是其他的financial的asset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个人资产 对 现在千万不要吃 就在你听到这个节目的 这个时候呢 那听完 先听完啊 听完了以后呢 你就要去盘点一下 你到底有什么资产 这个资产第一个就是你健康吗 你家庭幸福美满啊 你生活快乐吗 第四个就是你个人有些什么skills 你说这个人讲到哪里去了 变成那个这个生活品质讲师了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是说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财务未来 我就不细讲了 不过你想想就知道嘛 对不对 特别是第四项 你要想想看你有些什么skill set 你的技能是什么 你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你要确定说 你接下来 这几个月 甚至这几年里面 你能够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然后你能充分使用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美满 以及你个人所拥有的一些 别人没有的技能 然后来贡献社会 你就绝对不怕 这个财务上面会有严重的损失 至少你股票跌了 但是你还可以赚钱 接下来就是你要盘点你的财务的资产 就是financial assets 这个你如果你的financial assets 全部是你公司的股票的话 那我真的佩服你 在去年有一位亚马逊的谈友跟我讲 亚马逊是什么样的公司 怎么可能会跌 那这个我接下来就不再多说亚马逊的事情了 这个老兄他前几天说 我很高兴我还有工作 这个就这回事 如果你是有一手的股票 不只是你自己公司的 很多其他公司的股票的话 这是你唯一的资产的话 那我之前讲的那些 关于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未确定性 如果还没有吓倒你的话 那你是在神经代太出了 心脏太强 我佩服你 一定要看看这些股票以外的资产 就包括了所谓的alternative 一些investment vehicle 以及一些你这个financial planning的tools 财务规划的工具 而不是一昧的把钱就砸向股票 天天就祈祷说你的股股票会涨 或者做空就股票要跌 然后你就哎呀就赚了什么几百万 就可以退休到夏威夷 再多一点到加息地 这个财务规划实在不是这样搞的 那如果你想学习更多 跟财务规划有关的事情的话 这个大伟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专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Daisy小姐请多观看她的视频 其实她们在制作的许多这方面的节目 是非常对你整个整体财务化益处的 记住你的资产绝对不是你手上 那几只烂公司的股票 你一定要看你整个人的basket里面 有些什么才能够让你的优势 让你的资产能够最大化 还有关于经济的这个层面的话 也有些人问我说 那我个人除了管理自己的财务 还有自己的事业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呢 那我就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是我们人人都可以来帮助这个经济的 这要先讲到年底有三件大事 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那个光棍节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Black Friday 就是Thanksgiving之后 Shopping 第三个就是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的数据 这三个数据就会决定了明年厂商要不要补货 还有要补多少货 要补哪种货 还有这些货的价格要定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就是国内的媒体就好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那个光棍节都是在我们在看报纸的这些 我们叫老头都讲这些第五版面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平台都号称 跟去年差不多 意思就是都没有去年好 然后各位听众还有一件事情 如果当 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跟美国一样的物价的情况是吧 那如果他说跟去年一样的话 然后你再加入通货膨胀的话 那不就是糟了吗 下一个就是Black Friday 那Black Friday如果买气一下起来的话 去明年就可能还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圣诞节前后那几天 不是说光钱呢 不是买礼物 12月26号那天 大家都知道吗 去Christmas Day之后的那个sell 就是要密切注意 那所以你可以做的呢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一定要出去买点东西啊 那都不花钱的话 我们就完了嘛 是吧 第二你要买东西 一定要买大折扣的东西 绝对不能说 这个东西 哎呀 算了 这个疫情后嘛 人生苦短了 买下去 绝对不能再有那种心态了 一定要买折扣最强的东西 40 50 60 70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把消费顶住 但是又能够遏止回来的通胀 只有在联储局看到Q4的数据 是让他们可以满意 意思就是说 虽然是消费还可以 但是物价没有继续上涨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开始放松这个货币政策 至少可以就是Q2 Q3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这个股市啊 跟经济可能都会 就不知道持续稳定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大伟其实是一个人生导师 这里面其实展开的应该有很多的内容 今天呢 我们的朋友们 是不是看到了其他篮子的东西 其实我发现不单是其他篮子 其他框的也都看到了 现在呢 又是圣诞节也快到了 年的圣诞节都让我们想到上帝 这个真言里面说 说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 说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路 希望呢 我们的朋友们呢 多多寻求上帝来的智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好知道其他 到底我们放到其他什么样的篮子啊 或甚至是框 今天非常感谢大伟 让我们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好 也盼望朋友们呢 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形式的面前呢 能够找到自己清晰的道路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